农粮署北区分署福岛桃园市观音区农会 迎合现代年轻人口味 用国产在地杂粮 开发加工食品 新上市的米香脆果以及米麴饮 还有黄金地瓜脆片 好吃又耍脆 完全不输市售零食 想吃零食又怕胖 观音农会最近用米谷杂粮 开放出四款新的产品 严选桃园三号米做成的米谷脆果 用的是在地毫米与黑豆 吃起来口感酥脆层次丰富 还带有鲜骨香气 而黄金地瓜酥 则是用在地小农器做的台农57号地瓜制成 香甜滋味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 多余的农产品来做加工 来延长它的销售期限 所以我们今年推出的所有的新产品 就包括我们的米麴 包括我们的米花果 还有我们的纳豆 都是以我们最新鲜 而且像飞机改的部分 来做一个我们的新鲜的农产品 为了解决农产生产集中过剩问题 农粮署北区分熟辅导观音农会 利用国产米谷杂粮 推出加工食品 现在人米吃得越来越少 为了迎合年轻消费市场 农会选择用米粮开发新的零食 不但仅有低糖低盐 还具有好虾化等优势 我们的黄豆跟台农57号地瓜 所制成的一些加工品 为了去推广行销 我们在地的特产 将这些做成一些商品 然后顺应我们现在的客群 都将年轻化 结合在地特产 观音农会开发创意米粮产品 好吃又无负担 即日起在观音区农会 及超市网站就能买得到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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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